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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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8月31日 星期二 我们陪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跟大家分享 撒脱 现在已经到达了 让我们身心 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 请大家 慢慢轻轻的 合上双眼 好 请大家轻轻柔柔的 闭上眼睛 眼睛围张 上下眼皮 轻轻的碰出 睫毛轻轻的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 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 没有用力 压眼中 摸着眼皮 轻松的 闭起来 然后我们就 拆取 自己感觉 最轻松 最舒服的桌子 来打坐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 舒舒服的坐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 散盘 散盘 或者坐椅子 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 坐椅子 过下去了 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 不容易 散意 马通 这样就可以 现在我们就不管坐椅子 好不好看 瞬不瞬眼 我们先以轻松说佛 而能维持体质正面为主 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 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放轻松这三个字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真正的放松的话 我们的心里也会比较容易宁静 定下来 所以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调整身体 慢慢来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额头分松 额头也跟着分轻松 额头也跟着分轻松 我们没有皱着眉头打坐 有的人已经做成习惯了 就是闭上眼睛 就会开始皱着眉头 当自己知道了 当自己知道了 我们就调一调 把它放轻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跟着分轻松 现在我们可以稍微微笑一下 让我们脸上的肌肉更加轻松 微笑也会带给我们好的心情 来静坐 一整天都要玩着工作 玩着做解释 现在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微笑 使用 给自己鼓励 使用 感受 尽不免放松 两侧肩膀 手 臂 手 腕 手掌直到我们四指手指头到完全分轻松 全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位 如果背部太直的话 自己会感到紧绷 不舒服 但是如果太耸的话 就会开始脱背 而让我们容易温存 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 尤其是哪一位有靠背的话 我们就调一调 提起正面 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舒服 而有觉知正面 要不易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十指脚指头到完全分轻松 全身都很轻松 全身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现在我们感觉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正在穿着柔轮的衣服一般 然后我们来试着想一想 来假设一下 我们现在体内是空心的 都没有任何内脚 都没有任何内脚 都没有让我们感觉 身体变得更轻 让我们感觉 呼吸 更顺略 更顺略 让我们感觉 深呼吸 两三下 正教我们轻松 说佛根 呼吸 是有很大的威力 只要我们呼吸两三下 自己就会感觉 身心变得更松 更舒服 我们来又深 又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再一次追深 追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当我们细细的时候 我们就把来自 大自然的真能量 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让我们身体里得可得不为 变得更松 更舒服 我们后登我们 居住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 可以把它没有在得 真正 將所有的壓迫感全部都可以排出來 現在只剩下細細膩膩的感覺而已 我們再一次追深追深的細細 然後再慢慢的同心 現在整個身心都感到失敗 失敗的 然後我們試著想一想 現在我們感覺自己坐在一個泡泡裡面 透明的泡泡很輕很柔的泡泡 當我們坐在泡泡裡面的時候 自己可以感覺身體變得很輕 感覺身體可以跟著泡泡一起浮上來 一起浮上來 一起浮上來 越來越高 越來越失敗 我們感覺現在身體好像會慢慢的消失 是 慢慢的 但我明白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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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妳 让我们自己也可以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 现在就是轻松舒服 感觉自由自在的时间 我们也会变成你的身体 和我们们才能活动 我们将能活动 我们将坚持命变avier 这样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慢慢做,好像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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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 以前的古代大德 他们有写这个 最多的话 我们来看四人 四人扛 三人随 一人作 二人待 大家 每个字都看得懂 对吗 但是你们懂意思吗 他在说什么 我们看图片 四人扛 四个人 三人随 一人作 二人待 其实它有含义 就是说四人扛 是什么 是地随火风 地随火风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有地随火风 是一个元素组合而成的 对吗 然后呢 三人随 所谓的三人随就是 会有三个法一直跟着我们 那三个法呢 就是有 补偿 苦 补我 或者非我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体 地随火风 它就会一直在变化 是不是在变化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拿来看 然后比较一下 跟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比较 比较亚冠 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苦 苦 就是身心的不舒服 第三个就是无常 对不起 无我 或者非我 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它会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说 你不要老啊 不要生病啊 不可以 而且也不能控制这个身体 你不要死啊 没办法 所以它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这是三人随 一人坐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心呢 心 二人待是什么 二人待 是功德跟二业 正在待我们 意思是说 本来我们有身体 对不对 地随火风 组合而成的 然后有这三个法 就是无常苦 无我 一直在跟着我们 那当我们 这些不见了 就是死了 人死了 心 会到哪里去呢 这个功德跟二业 会带头 带我们到其他地方去 就是跟我们的功德跟二业 差不多的那个境界 而且呢 如果我们要再一次脱胎 再一次脱胎 脱胎到哪里 我们的心 对不起 功德跟二业也会先带领 带领我们的心 比如说转世为人 就会有什么 又再一次有 地随火风 来组合而成 当一旦有地随火风 就会有这三个人来 无常 苦 无我 就一直在陪伴我们自己的 这样循环循环循环 大家觉得这个 这个道理怎么样 很有意思 跟我们前天 讲的 这个个案研究 有关系 同一家人 个案研究的主人有问说 他的爸爸往生到哪里去 大家还记得吗 他 转世到 倒立天 第三区 记得吧 然后呢 然后呢 他的二哥去哪里呢 转世到 大地狱 第五间大地狱 然后 丈夫呢 转世到 阴间 你看三个人 就住在同一个地方 但这时候就看自己的功德跟恶业 转世到 转世到其他地方去了 当我们听到 像这样子的个案研究 像这样子的个案研究 不晓得大家感觉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很厌倦 我们要多修光德 我们要多修光德 要脱离 轮回的循环 今天呢 今天呢 要跟大家 开始讲新的个案研究了 不过今天很特别 没有 图片 自己讲 让大家有 想象的空间 今天呢 个案研究是 主人是一个女生 一位善知识 她常常来 发生是修光德 不过她的妈妈 是 从 中国大陆那里移民到泰国 然后呢 她的妈妈 不是很了解 佛法 也不懂 什么就做功德 什么就做恶业 不懂 所以呢 他也会经常 杀生 他为什么经常 杀生 杀生来 做食物 很多人 就想说 没关系啦 这是正常的 这些 动物生下来 就是我们的食物 但是如果我们 总有一天也 变成那些 动物的话 我们还是 这样想呢 然后呢 她 撒生 做食物 也有 把那些食物 拿来 祭拜神 把那些食物 拿来吃 啊 有一天呢 妈妈 她的妈妈 跌倒 年纪很大了 就走路不方便 所以就一直待在 她的房间里面 不想出来跟人家讲话 妈妈 不想出门 这个 个案研究的主人 这位善者是呢 也想当妈妈的 善者是 就跟妈妈说 妈妈 我们要不要一起 修光德呢 当然妈妈也没有什么钱呢 他就把钱 拿给妈妈 然后就说 妈妈 这是我给你的钱 这些钱已经属于你的了 我们一起修光德 我会先念 发愿文 然后你跟着念 妈妈也跟着做 然后呢 有一天 有一天 妈妈睡觉 的时候啊 她心脏衰竭 早上就没有再醒过来了 就走了 看起来好像这个个案研究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一个很 奇特的就是说 当妈妈 死了之后呢 他们全家 兄弟姐妹 都闻到 妈妈 妈妈经常 用这个 霜身粉擦身体 全家 都闻到这个 霜身粉的味道 如果是 大家的话 你们会感觉怎么样 会不会开心呢 还是 鸡皮疙瘩 这个 个案研究的主人 这位善者是 他就知道了 妈妈 可能 因为没有什么 重大疾病 然后就突然走了 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他有学过吗 然后呢 他 觉得 妈妈一定 会待在家里 我一定 帮助他 这是我的机会 别人怕 他不怕 他 把这个 转机呀 看 把这个危机 变成转机呀 不过 他 怎么当妈妈的善知识呢 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再继续哦 今晚 我们陈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圣心与贵生命光明 找日正德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É 贝福这边 比 日 瓶 一休 日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